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生雕短球调打技术 首先人啊 揭发球的时候 最好要垫一步上来 人一定要压上去 台内短球人一定要是压上去 照着球的感觉 重心要往前压 调短球主要是要找这个高点 它这个球无论多低啊 它都有一个跳到一个最高点 你所以接入 人要上来 首先人要上来 球跳到最高点的时候 不要着急出手 等一下 然后合上那个力 找最高点合上力去跳打 然后这个手腕一定要有突然性 这个时候前臂就不要发力 不要动了 主要是手腕 手指手腕发力 一定要有突然性 短球的这个回手银板 可以稍微微微回来一点就行 但不要回太多 就在你最舒服的范围之内就可以了 最主要是弹出 出手的这一下 一定要保发力 一定要有突然性 人一定要压什么 这有突然性 弹机嘛 还弹你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